第69节 幽灵是实质的存在 恐惧导致有缺陷的建构 前情摘要 在上一节中 塞斯安服了真的焦虑情绪 告诉真一切都在掌控中 并按照计划展开着 房子会有的 钱也会有的 并告诉真 前些日子进入真意识领域的那个灵体 是一个不成熟的家伙 还在学习期 连基础的表达能力都不具备 用不着跟他下耽误功夫 回到物质实相的领域 每个人都只活在 自己营造的外在伪装投影中 这投影 源自自我认知 自我预期 自我暗示和个人的态度 建构伪装实相 它非常容易被扭曲 自我在自己的内在意识世界里 以自己的个人视角为中心 形成内在自我的伪装投影预案 内在资料由此形成外在投射 完成伪装层的显化 像的片段形成时空刹那的真空间 这些看似连续的真构成感知连续区 以线性正向的方式存在 它们在被观察时 瞬间自发形成 且同时存在 没有人能够走进另一个人的空间视角 实质的物体 如果不能存在于一个绝对的视角 和空间连续区内 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不过每一个个人 创造他自己的空间连续区 然后彼此交换 共享着自己创建的 伪装场域形态信息 虽然个人的伪装实相是专属的 个人的世界内没有别人 但如果你进入群体伪装实相 就需要及时相互共享 彼此的场域信息 让所有同屏玩家 都可以看到与感受到 部分近似的公共互动不景道具 当然这样的信息共享 是有限度的 每个人其实感知到的 公共道具是不同的 但大家相互默认是相同的 不然就无法一起 愉快地玩耍了 可以相互共享的 可感集体实相 不到全部信息的5% 就连这5%中 还有多半是各自 按照自我感知的 内在自我预设 完成伪装投影 和个性化解读的 就好像 真 罗 马克 三个人的内在感官特长 各不相同 一个有耳朵能听闻 一个有手能速写 一个有眼睛能看到 马克与猫 能看到赛斯的 显化伪装化身形象 并在赛斯手把手的纠正下 描绘出赛斯自己都很满意的 自我肖像素描画 最后 赛斯透露了一个 近乎魔法的 利用意念移动物质 开门锁的解释 当场景内的所有观察者 都坚定地相信 某事可以达成时 那就可以达成 毕竟伪装实相 是你自己显化出来的 你定义一切怎么发生 怎么展开 不过前提是 你自己真的信 你自己能达成 自我质疑 这不科学 我没这能量 等想法都会形成自现 哪怕这想法很轻微 而当在多人实相 意识群体空间场域内时 这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有很多要解释 当多人同时强烈 希望某事时 它就发生了 用你们正在发展的能力 你们把心灵的群体力量 对准某事 它就展现了 即使在你们所谓的 物质世界 那也是有效的群体力量 当然前提是 在这群体实相中 没有质疑者产生 不和谐的扰波 你们内在态度的改变 特别是 你们面对外在世界的 内在态度改变 以转而创造一个 不同形态的外在世界 而且是一个 比你们先前认识的世界 更有益的外在世界 这是内在预期的结果 直接造成的一个结果 你们此刻 就正在创造一个 更有建设性的 物质与心灵世界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